你想几年前 非洲那时候不是有一个 那个埃博拉病毒吗 就是特别厉害的 就是比这个新冠的致死率要高多了 那时候呢 但是它仅仅 或者主要吧 在非洲传播 很多在西方国家 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实际上它就人传人 它也很可能会传到其他地方 但是呢 由于它当时是局限在这个非洲 所以很少有人觉得 它真的那么那么凶险 直到有一个美国人去了 就是去了非洲被感染了 带回来 死在了欧洲 大家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为这么近的危险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不要get他们嘛 他们就开始在挪威的一个实验室 就开始说我们要研究这种病毒 我们要开始 它当时就有点 它就是有预测 说将来我们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大 就大流行 那么它在全世界各地 七个实验室开始做病毒啊 疫苗方面的这个研究 但你想这个里面 我就说人类有时候特别的矛盾 障碍在哪里呢 你制造疫苗 一开始的障碍在哪里呢 药厂不肯降价啊 如果它没有政府行为推动 只能是通过药厂 成本很高 我弄去非洲 他们不可能买的 我只能送给他们 对 我只能把送给他们 那谁来给我付这个钱呢 所以这个当中就是说 你看 明明是对我们每个人 都有可能产生的一种威胁 但是它那种实际的障碍 尤其是金钱方面的这个障碍 是特别特别高 最后